比赛解足看到很多评论 说我打家劝 去你妈家劝 张志磊为什么要报粗口 源于在他输给帕克之后 网上有种声音 认为他放水故意输掉比赛 特别是有一个国内 知名的搏击人士出来调侃 张志磊的比赛是有套路的 他跟这个对手 签了二番战协议 也就是说一定会打二番战 从上一角度来讲 比方说打一番战 挣了200万美金 你要打二番战 就可以挣到400万 这是500万美金 你打不打二番战 智磊是完全有信心 有把握把对方KO的 可是一旦中击KO之后 击倒了之后 智磊就不再继续打了 而是比较消极的打马 12回合点数派给对方 40岁了 其实打不了几年了 趁着机会多多少钱 没啥 赚的是外部人的钱 对不对 说实话 吃瓜群众闲聊也就算了 郭承东这么说是真的不应该 往大的说就是一种诋毁 郭承东说为了赚钱而输掉比赛 对于像张志磊这种世界顶级的 重要的拳手来说 是很外行很愚蠢的观点 如果全国输的话 都可以打二番战 但是打二番战 他的储藏费 会比一番战 降低50% 你说我二番战会为了更多的储藏费 我有毛病啊 我一番战我赢了之后 我能神价翻几倍就往上翻 然后输了之后 我的神价卡往前都跌一大半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当时是多么的伤心 我达了那么多年 我好不容易达到达到现在 我的目标是冠军 你守我大家卷 我们都知道张志磊孤身一人 抛家舍业的在美国打拼了十年 就是为了问鼎冠军 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的走到了今天 对于这件事 我国拳手徐灿也是坚定不移的支持张志磊 磊哥放弃最后几个回合 是为了再打二番战去赚一波钱 怎么想的呀 站在拳手的角度上大家都想赢 没有人会忽略输掉比赛去寻求二番战的 站在商业的角度上 拳手的身价是靠胜利累积上来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场赢了 下一场很有可能打约书亚 其实我们大家想一下 如果张志磊真的是三个回合就KO了帕克 而约书亚两回合KO了纳干诺 那么下一场真的非常有可能 沙特土豪一高兴 一致千金安排张志磊对阵约书亚 只要土豪们的钱到位 约书亚是没有理由不打的 因为由于五月份复理对阵乌锡克 打完之后还要打二番战 那么约书亚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到太合适的对手 如果张志磊真的强势KO了帕克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对这场比赛感兴趣 重炮手对重炮手 肯定会有一个倒地 相信每一个人都想看到这种 重量级顶级重炮手的对决 那样的话 张志磊的身价又会大幅的提升 怎么可能故意输掉比赛 自扁身价 访完这个视频呢 可能我要听着一天 然后我调整一下心情 然后大家都不用担心 我会很快就会回来了 然后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所以希望关于张志磊的这种流言蜚语 到此打住吧 作为支持张志磊的全民们 也希望张志磊的团队能回去好好总结 找到战胜帕克的方法 虽然这很不容易 我给磊哥道歉 给张志磊道歉 诚挚了发自内心的 掏心掏肺的道歉 对不起 等你回国之后不忙了 好吧 我这个一定 这个正式 非常大规模的 给你道歉 请你原谅 保持好的比赛心态 拿下肩腰带 取得更好的成绩 打扫心 保持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